谁能想到 这样一辆秀迹斑驳的僵尸车是网上拍来的 看着大壮的满脸笑容 似乎对它还很满意 很难让人理解它的想法 而且这台1938年福特改装皮卡 还被平台拆分拍卖 引擎盖 叶子板 厚保险杠等部分拆卸 几经折腾最后才完整地拿下了这辆8.1油耗的僵尸车 T型车头搭配弧形车顶 前方挡风玻璃可推开 同为弧顶引擎盖设计为海鸥一式 侧面是鱼塞式进气口造型 也曾是一代经典 甚至有不少改装爱好者为之疯狂 但在这台遍布秀实的车身上 已经很难看到当初的身材 而让大壮开心的原因 正是打算修复这台完全可以当废铁卖掉的老车 如此疯狂的想法也的确有些太折腾 不过搭载福特公司引以为荣的V8 3.6升平头引擎 倒也能理解几分 毕竟涉及到历史与情怀的东西 并不是纯粹用金钱能够红了的 而V8引擎还是1938年生产设计 技术远不如当下纯属 虽说排量足有3.6升 但钢内气压仅有5.5压缩比 达到3400钻石可输出65马力 侧边内置式活塞设计 让整体结构更加简单 也极大程度降低了售价 也让Ford的F8 Pickup FMPM 拥有了极长的活跃寿命 甚至延续到2010年期间 美国市场仍有不少爱好者对其趋之入 难怪大壮面对网拍公司的分拍行径 还能那么有耐心 看来不光是自身喜欢 修复售出也有一定的价值 来到卖主处 大量旧车残骸分布在树林间 有的还能依稀分辨出身份 大多都是福特旗下的经典车型 这样风吹日晒摧残到如今 原车主也是真会遭见东西 若还能保持较好车况售出 这批老车恐怕够一代人过上不错的生活 在经典福特车型目的兜兜转转一圈 欣赏着时代经典残留的痕迹 很快找到了自己所需的配件 将破车推到拖板家劳固定 引擎带等散碎配件全部丢到了货洞中 收拾这堆破烂期间 听对街人描述 这台皮卡恐怕入手就有50多年时间了 再经过长久放置 内部机械结构情况绝对堪忧 好在车型设计技术限制 主要以简单结构与紧凑排列为主 而且线束连接数量较好 更多工作没准 仅在引擎到传动系统间的除锈上 情况或许能比想象中要乐观一些 也不怪大壮想要折腾 之前甚至有人投入百万改装同型号款式 改换阿芬号的气缸盖 并将最大功率提升至300马力 基本只适合线下主流车型数据持平 但投入却实实在在扔进去了一辆性能车 相比之下 它选择基础机械修复 只要求能够正常启动驱使即可的要求 简直就是小打小闹一样 听着对方续道着这台车的故事 零碎的部件已经全部收好 好在皮卡车型的延伸或懂支持 省下了不少固定工作的麻烦 配件数量不少 粗略查看应该够数 或许还掺杂着一些其他车辆的遗憾 这些只能等待后续回装慢慢不对了 折腾这么一阵 好不容易把它拉回工作室 还不等车辆卸下先给它送了一份大力 右后方单轮干扁 充气后很快又变得扁平起来 这如果出现在车况较好的二手车上问题不大 但发现在这台僵尸车上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用千斤顶抬起车身 电动螺丝刀快速松懈螺栓 将内胎取出充气测试的确存在漏气的情况 而且内胎已经有了很多补定 大壮并不打算继续将就使用 更换新胎很可能连另一侧都需要一同更换 不过原装轮胎还是很不错的 Atlas Art四轮胎616型号设计 也是美国品牌中非常出名的 延续了仅一个世纪的销售神话 看来当时设计它仅受时代限制 其余部分或许都是当时的顶配 28英寸轮胎高度设计形式也是当初的经典 一边感叹着一边加紧螺霜固定 暂时恢复了车身原貌 短暂沉银片刻 推动车辆到升降机处 甚至连货斗上的配件都没有卸下 就一同升起 看来它已经迫不及待检查底盘了 漆面稍有爆皮 但还是能看出来全面拆卸改度的痕迹 并将原装电缆机械制动设计改为机械液压推动 要知道即使到了2023年 还是有少量车型搭载液压制动设计 在宝金风霜摧残的它身上出现 原车主的改装工作也是没少下功夫 至于适配器则采用了59雪佛兰旅行车 袖石遍布的残坡外表下还是很有内容的 后桥中部的班卓琴球状街头表面有轻微油液甚处 代表内里还有不少残余 而框架部分就没有那么乐观了 袖石痕迹加深看起来更加残坡 好在主体结构没有出现太严重的变形 而底部支架 油枪等一系列部分均带有气汗痕迹 而且漆面光泽也与主体框架相比鲜艳不少 看来整个底盘都被原车主动过 涉足范围绝对不小 连减震架都经过了改装 大壮对它更加满意了 但除了老化问题外前段散热器还有受损 这里对零件型号的要求并不是特别严格 换星也没有太大难度 顶部两侧大灯缺湿 紧留外部轮廓罩体存在 还有不少需要修复的地方 而作为经典老式设计车型 驾驶士与后车架之间的地步风板采用了木料铺件 整体情况完好 并未随车身风化而浮小 如果内里细节没有水氢严重发霉的现象 那么这些原装木料甚至还能继续使用 价体间填充了一些小号螺纹弹簧 可以弯曲随车身上下跳动 作用和非承载式车体的缓冲层有些类似 不过设计更加简单 效果也有一些削弱 这在上个世纪初期出现已经是很不错的技术 车体箱底存在一点漏液的情况 首先倾斜内里存于再做细致检查 外侧略微变形弯曲的横内拉杆也是一个麻烦 需要处理的地方越来越多了 随着毒口松动少量液体稀稀落落低下 主要为了稍微排放一些内部气体 防止开口后油液爆喷 拧下塞口发黑的油液如注永出 看起来有些粘稠 不过还算比较清澈没有发现什么金属残渣 前端箱体重复这一操作 情况同样不错 算是修复这台破烂古董的良好开端 至于拆除漏液重灾区的班卓琴球状接头 一把吉伦把手就能轻松搞定 松懈螺栓后完全没有液体流出 孔洞被垫片密封堵死 手指倾扣油液顺利流淌 油液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但配合表层的脏污与泥泥看起来就比较恶心了 班卓琴球状接头的汗口接头在顶端部分 这里的漏液如果不是顶部出现了汗帘缝隙 那就可能只是底端固定松懈而已 应该都是些很好处理的小问题 但油箱检查还需要进一步拆卸 虽然设计结构简单 但彼此间阻隔关联性很强 还需要从前端起手拆除 尤其是斜坡平衡器很难处理 外部没有固定螺栓可使用 想要整体拧动松懈麻烦不少 先将表面螺栓全部松懈 利用看盘模具嵌套表层加紧固定 中部填入大号螺栓作为拧动媒介 难处理的一体式设计有了松懈的方向 随着扳手扭动 平衡器整体开始转动 开始比较顺畅 但紧接出现的撞壁声还是让大壮心头一颤 生怕伤害到了内力结构 方向反调重复操作 拧动愈发丝滑流畅 眼见拆卸将要成功 在完全拆卸之前还要注意后方绿油器部分 充分的预准备工作 也能让后续的检修判断更加精准 长嘴上手拧动绿油罐体 这次拆卸顺利了许多 漆黑的油液很快渗出 密封保存得极好 看起来仍是正常运转的油液状态 懒得更换内部绿纸 直接将罐体换新 也省得拆装弄得一手油污 目前的操作进度很快 但还不足以支撑引擎发动 相比完全拆除的细致检查来说 现在已经可以灌入油液试探 漏油情况是否得到解决了 将几处松懈栓口一一回装 等待期间顺便检查了一些 需要涂抹油脂保养的关节 毕竟车辆荒置时间太久 外部组件的润滑保养基本早就干透 修复时还是要格外注意 整体修复思路非常清晰 短暂等待时间里底盘也没有再出现漏液 修复进度继续展开推进 另外 之前检查发现后方单侧轮胎干笔 目前也只是充气勉强使用 为了保持全部统一 后面还需要将四轮一并更换 相比外观的残破形象 内饰要显得完美太多了 纸板顶棚 封装皮面甚至还有很好的光泽 毫不怀疑它还留存有一定的隔音效果 离自行拼接挡风玻璃稍有脏污 简单擦拭清洁即可 添加了木质材料的方向外圈 连接中部金属支架 同为木质纹路的中控台整洁屋 外圈的镀刻甚至还有很新的金属光泽 似乎在车辆拍卖前经过了一次清理 只是空旷的内仓缺少了座椅 还要找适配件回装填补 视线转移下方踏板连接变速箱直接裸入 还有少量线数存在 看起来很新 总的来说内饰整体情况相当乐观 或许在后续全面应用测试时 才能发现一些小问题 外观侧面设计分布与如今的皮卡差异极大 外扩弧形轮眉整体化形象 改装焊点痕迹明显 虽然底层已经出现了大量漆面剥落 顶部也有少量破损痕迹 但内部金属板材基本蛮好 没有收到严重袖式侵害 不论是形象还是质量都值得继续沿用 这样的质量设计的确耐看 恐怕如今热销款式能与它媲美的数量都是不多的 底盘上层没有加入如今非承载式车体惯用的缓冲层 但侧面底部仍保留了外延踏板设计 而靠近货抖面板处还增加了一处支架 用于存放外挂备胎 至于车身缺少的外装散件 已经在一旁堆积存放 近乎全新的通风隔山如盾牌状设计 外层镀个杉杉发光 中部粗梁底端留有开口 用于插入摇杆启动引擎使用 感觉和拖拉机有些像 这也是压缩比发动机设计的弊端 启动总需要外力介入才能完成 早期甚至战斗机坦克等战备装置都是如此 由于外部封装还未回填 舱内机械结构全部曝光 电池电缆连接过程清晰无比 还有很多色彩分化的细线 表层绝圆皮柔软 手指轻拨能够看到明显的韧性 绝对不是年久空置干燥脆裂的样子 估计原装接线在车辆售出前被更换 只是不知道其他部分填装后能否正常启用 目前状态只能是猜测 真正测试还要等到引擎核心部分检修完毕才能继续 工作中心回到核心发动机上 内嵌是平头螺栓很难取出 外部的两个靠蛮力拧动拿下 但其余的部分还是交由电动螺丝刀来完成更好 有了设备的使用拆卸工作轻松了不少 随着四个螺栓松懈阀盖成功取下 内里虽有锈势痕迹 但闪亮光泽明显是一副崭新的模样 或许在原车主改装换新后 就没发动过几次 找来喷枪与清洗剂对内部锈层清洁一番 但过程间发现一个推杆缺失 少见的是暂且放置一旁 来到引擎的另一侧 重复之前的拆装与清洁工作 值得庆幸的是完全一致的崭新模样 摇杆也没有再次出现缺失 甚至配备的两油尺还没有全部生锈 只需要在阀环和推杆部分补充一些润滑剂即可 接下来的深入拆装要稍微有些麻烦了 塑料油管与线束繁杂交错 与线如今的电气化控制汽车相补 集中交错排列看起来还是很棘手 小耗点火扳手上阵 切断线束连接的同时 又缓慢松懈着边侧固定螺栓 配件拔除要比想象中容易不少 而且底端咬和齿纹还是崭新的模样 表层包裹的油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通过孔洞向内观察 引擎内部遗留有沉积锈时碎闸 拆装过程呈现的崭新模样也只是表现 长时间空置仍在内部留下了痕迹 只通过外部小孔向内探索恐怕很难清理 接下来大壮可有的忙了 通过阀门口的内部观察事业虽然有限 掌握不了太多信息与内容 但秀迹残片足以深入拆卸 然后通过高压冲洗全面清理 它考虑得很细 引擎配件情况良好 只是存在一些剥落秀时而已 如果直接柱油启动 再次倾斜余油和秀片也能尝试操作 但害怕驱轮轴或其他部分出现大片秀层掉落 进入轴承甚至随轴承旋转 那将直接形成破坏 可能它曾经在这里吃过大亏 碰到相关的情况很快就有了对应经验匹配 对于这种情况 只能按部就班逐一拆解 清洁内部并更换所需配件 如果内里还存在缺件甚至损坏的问题 后续还有维修或购买换件等一系列码 看来引擎即便是老古董的简单设计 也不是那么轻易能够对付它 移除引擎周围连接干扰 推来超小号起重机调动机体 轻手轻脚地拨开周围管路与线束 避免了与其他组件的磕碰 完整取下的发动机开始了进一步拆装 电动螺丝刀各式扳手齐上 气缸内的景象很快曝光 之前缺少的一根推杆也在内部找到 只是被分解成了三段 而底部大量沉积秀时雨机灰 也的确有些埋态 如果开始直接灌入油液运种 恐怕大壮真的要收获一台报废发动机 这和零件崭新的模样大相近平 想要彻底清理绝非一事 让原本信心满满的大壮颓废了几分 短暂消沉了片刻 修复工作再怎么繁忙也要继续下去 抽出一系列推杆连带配件 空旷的洞口隐藏了大量杂物 甘草和种子填充 有的进气口还存有一些老鼠屎 个别进气部分存有水渍 看来这就是内部出现大量秀氏痕迹的根源 前置蜜蜂工作做得再好 在小动物柱巢摧残下 也还是没有什么反抗之力的 而且进气口里还有不少死苍蝇的尸体 这让原本就有些郁闷的大壮更觉得恶行 耐着性子直接扯来水管向内冲行 随着水流倾斜 大颗粒杂物基本全部清除 紧留细小灰尘锈时粘粘在壁上 简单清洁后继续向内拆卸 翘体震动带气少量烟尘 气缸内部与活塞暴露 低压缩比射击 活塞尺寸着实不小 而且还出现了阀门卡的问题 松懈排空内部积水比较好处理 即使偶尔堵塞 利用刺棒反复插入也能很快疏通 排空腔内积水时发现流淌出的液体带有绿色 或许是内部同质件的绿色绣式被冲刷 也可能是冷却液之类的辅助剂流入所致 排水非常浑浊 即使有丰富汽车维修经验的大壮也很难判断 深度拆装工作仍在持续 倾斜掉内部残余积水 仅多取下内部散件 拔除深层固定螺栓 进一步拆卸封装 内里零件光泽度极佳 之前的简单冲刷就已经让完美的金属光泽全部展露 少量堆积的锈式碎片与金属碎屑还有预存 不过情况已经比上层要好太多了 内里设计的大尺寸油管与加长底风也让它欣赏了好一阵 或许在深度清洁一番后 外圈添加垫片 重新封装就完成了部分工作 着手斜拨平衡器部分 向内拆装继续完成突轮等内里结构的情况 电动螺丝刀轻转几下 大号尺寸与正式链条轻松拿下 情况看起来还不错 除了一根断掉的推杆之外 基本没有额外值得修复换新的部分 至于遍布锈时的拆卸散件 就这样直接使用很可能会伤害到内壁或阀门 回装引擎之前 还要使用超声波清洗深度清理锈时与脏污 首先恢复零件原貌 在做回装前的细致排查 毕竟舱内曾经进入过老鼠一类的动物 或许在锈时层下还隐藏着什么 等待后续发现并确认没有严重问题后 再做继续回装与测试才更加稳妥 去除大部分配件的翘体仍陈列在一旁 虽然内部看起来比较干净 但表层浮沉加上顶仓机秀还是有些不堪入目的 等待零件清洗完毕后顺带加强冲洗即可 顶部比较顽固的秀时改用钢丝轮摩擦去污 拆除分制的活塞整齐排列在一旁货架上 大壮逐一拨弄着顶部纤细套换 确保松动与坚固程度 质量情况尚可只是部分有些粘手 偶尔出现的套牢问题还是等待清洗后再做观察 1965黑斑0283引擎 虽然已经将福特身份转变为血铁 但它仍是一个时代的标志 而且经典的碰撞融合 也是早期改装的不错搭配 修复价值更高 零件回装时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内核关键零件倒没出现问题 只是一个固定螺栓因严重锈时导致断裂 换新回装即可 为防止断裂螺栓处再次出现问题 大壮选用螺栓焊连在了对应化油器上 新螺栓的稳定与牢固效果提升 经过一系列拆解 黑斑0引擎的换制有着很明显的痕迹 原装V8设计显然更加简单 横向排列的同时 将活塞置于外侧 而拆除过程并未结构性改变的发现 武汉螺母加固螺栓使用 也是针对此类化油器固定的通病预防 看来它在购买前便拥有充分了解 绝对是福特皮卡的狂热粉丝 但它的焊接技术有待商权 气焊同丝隐身 对焊连点停留时间有着很高把控要求 而第一次焊凤出现的失败也只能反攻 不过考虑到束焊条件限制 对技术有更高要求 第二次的成功体现出了不错的水平 略微静置等待焊点冷却 气焊形式与点焊不同 找到错刀将不平整的焊接部分打磨光滑 便已经处理得很完美了 引擎处理工作已经告一段落 接下来就是准备回装并完成与离合器的连接 但表层清洁工作并没有全部完成 按照它的打算来做 接下来只需要能够成功上路驱动 可以完成行驶状态和有无漏液的检验就足够了 而彻底清理干净又需要消耗不少时间 如果发生泄漏 再次拆卸底壳 重新封装 改装化油器等等清理环节都需要再次重复 无疑将带来更多的工作量 还有不同型号尺寸垫圈的放置匹配 想想都让人头疼 这些绝对不是鸡嘴懒人大壮乐意干的事情 引擎回装前还有不少预准备工作处理 支架 管路衔接部分一一回填 看着即将回归车身的引擎 它似乎已经感受到了风扇与燃油泵的嗡鸣声 找来专用的离合器对齐工具 末端换装适配衬套 将导向轴承对齐 精准锥度笔量使压力板居中 将锥度推入 便完成了边侧翘体的回装 如果有条件并喜欢机械结构修复 可在离合器套件中多准备一些 它们多采用塑料制成 虽然看起来很廉价 使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 输入轴从变速箱内取出 如果发现零件损伤 还能有配件及时更换 还悬挂着的引擎忽然被发现了新的问题 外部气管暴露裂痕 或许早就存在 也可能是拆卸过程中大力操作所致 继续使用必然出现排气泄露问题 好在开口很小 长度也非常有限 焊连加布处理便能继续沿用 不算什么严重问题 外测量油尺的锈迹也去除了不少 虽然整体表面还有些斑驳 但已经比刚取出来是好很多了 顶部采用了早期设计的PCV 为化油器补充空气使用 原装塑料油线存放时间过长 保险起见换新使用更稳妥 全新的铜油管作为代替品出现 9901件号 6英尺管长 不仅补件合适 适用在其他部位可能也有不错的匹配度 更换铜件拥有更好的耐热性 相比塑料件或糖素软管来说 硬度更高 在承受热循环时 也无需担心热绒碎裂等情况的出现 即使受到阳光长期照射 也不会很快变脆老化 随着预处理准备工作的全面完成 引擎终于回装到了机舱内 之前全部断开的管路与线束重新连接 又是一系列的麻烦流程 好在老式设计相对简单 涉足覆盖面也能少一些 点火装置就绪 化油器与真空管线等均已就位 剩下的就只有将电池并入连线输送电力了 而在真正尝试运行车辆之前 还需要检验油箱部分 利用升降机抬起车身 拔除底部封塞后发现空空如也 而一侧绿油罐随着底风松懈 大地燃油不断流淌 加大拧动力度 将绿罐完整取下 油箱封闭螺栓添加电片回装 而绿罐则换新O型电圈 做好完备的封闭工作 一同格邦5W30润滑剂准备就绪 和这台皮卡一样也是相当复古的东西 朝着延伸管口不断注入油液 满桶剂量全部倾斜灌入 进入车内躺倒 细致排查内部线束与中控间的连接 不同色彩的线束纠缠 看起来并不好处理 尤其是在一些断开处 还需要找到匹配连接的核心点 不仅是专业知识要求极高 对操作经验也有很大限制 看来大壮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一旁的狗子眼看皮卡快要修好 已经做好的兜风的准备 随着一声呼和 甩着尾巴跟它跑了起来 但走了两步 大壮静止找到了伙伴老头 观察起了电书的检查工作 底座输送电力连接 电书稳步固定 利用刀片一类薄物按压接触 感受跳动振战感是否均匀平衡即可 或是使用电笔点出各个部位 确保没有短路情况出现 检验设备显然也是老无减了 电线连接并以灯泡为信息传递媒介 精巧便利程度绝对不如现在常见的电笔号 不过单就这份DIY的效果而已 估计能吸引不少实干派的兴趣 在测试交流发电机或启动器时 可玩性远超简单电笔测试 电刷检验与电书一纸 同样的重复操作流程 然后开始新阶段的改装 先从油箱部分下手 准备革新为工厂风格的38伏特皮卡油箱 并安置于后侧框架导轨内侧 原车设计已经将底板窗口 预留出了燃油管路的延伸空间 连接化油器的路程加长了许多 过程间充斥大量橡胶软管 但挪移原装油箱还影响了不少组件 至少需要关联到了一个拉杆端与一个偶合器 不过在实操改建前 还是要测试一下引擎是否恢复正常 全部完成线束编排 只是有些接头或绝缘皮已经发印 在真正修复完毕之前 最好补充换新才更保险 利用外接控制与线圈通电 下压按钮启用引擎 干燥的摩擦声不断上 疑似火花塞并未工作 检验发现只是插头皆为错误而已 拔除重新震位 化油器也是湿润状态 并没有外在因素干扰 试探性几次开启尝试 完成一切整理工作后 只需要再补充座舱作业 车辆基本能够恢复到正常能够启用的状态 至于先前考虑的改装工作 也能随之正式开启 找来另一辆型号相近款式作为素材 拖到工作室内等待拆件填补 直接操起搅磨器切割起了 这台Ford The Fifth 8 Pickup FMPM的前段框架 换新配件笔量回装 极小的固定螺丝孔作为校准参照 反复调节对齐 外部隔山与散热器完成固定 顶盖封闭也做到了尺寸匹配的程度 修整该件仅有切割框架略微增加了丁点麻烦 整体处理还是很顺畅的 散热器与引擎间距仅有5英寸左右 这极大程度压缩了水泵的存放空间 作为经典车爱好者 他曾以60美元购买的老式扁平水泵正好排上了用场 拆除原装水泵固定底座 秀实与脏屋仍有留存 掏出小刀简单刮擦表层 取件对比螺栓孔位 最终发现型号并不匹配 翻找一通并未发现适配的底座 眼下有两个选择 适配改件打孔 选择修正底座 保留了对应型号水泵的完整 如果出现损坏需要换件 只需要将水泵换新即可 但选择修改水泵匹配底座 那遇到问题时 绝无可能轻松换件修复 考虑再三还是决定从底座修改方面入手 使用三抓卡盘固定底座 但与工具高度并不匹配 改换大型设备继续整改 期间停滞使用游标卡尺测量内径 确保改件的精准度 打磨扩孔不断向外扩张 反复停滞测量 很快得到了与水泵适配的改件 但修改部分仅为螺栓固定位 多槽口设计仍有继续薄化的空间 继续回到操作台切割分层 重新调整的底座更加轻薄 比辆水泵螺栓开口 尺寸仍有些许偏移 调改工作还需要进一步细化 重新分化四孔定位 在空白区域钻孔开辟新槽 对准水泵螺栓开口之后 大力前加紧中部螺栓固定 插入工作开始公司 适配程度更高 经过了一番折腾配件修复已经完成 电机回装置机舱内 并把皮带拉紧 改件过后的底座连带水泵与风扇也全部就学 冷却系统管路也全部完成了连接与密封 目前核心机械结构甚至多数功能性组件都已完整 踏板还存在一个缺失 找来的配件尺寸略有不适 改件工作继续进行 加紧固定长条 使用角磨机开始切割调整 并用切片侧面打磨 随后气焊加固连接 从机舱内开口探入 将踏板延伸至座舱 反复比量测验 焊接调整更加精准 弹簧拉伸给予伸展张力 回装后的踏板已经能够正常工作 机械修复完备 燃油与润滑液也全部填充 在冷却管口插入漏斗 绿色冷却液不断灌入 期间多次停止检查地面 均未出现漏液情况 只是内部容量感觉略少 直接启动引擎开启功能 等待冷却液流传 噪声明显比之前的 纯粹引擎启动要大了不少 按压冷却软管测试 内部仍是饱满的感觉 或许只是设计内舱容积 就很有限感 回到座舱检查仪表 显示对应信息 一处竖直存有异常 简单检查便发现 插头连接断开 使用螺丝刀不断挑动 完成连接即可修复 处理起来非常轻松 已经确定灌满的 冷却管路也随手封盖 清除货斗里的一堆未用杂物 空置状态更加完美 杂物中还找到了 外嵌式球状融合 报纸封闭保持干燥 内里光泽如新 陷入填补成为了 为数不多的修饰元素 舱内也补撞了座椅 终于来到了最后的试驾环节 两座空间还算宽敞 另一侧当然是狗子的专属 带着拖拉机般的声浪咆哮 这很难让人 把它和V8引擎身份联系到一起 不过看大壮和狗子的神情 对这次旅程还是非常开心的 时代经典与早期改装技术融合 Ford The Fifth Bar Pickup FMPM 的确很有魅力 这也是大壮能够不惜花费 金钱拍卖并下大功夫 全面修复的核心原因 期间故事的昂长 相信大家深有体会 背后一定有着深沉的热爱 作为支持才能不断深入 放在普通人眼中 谁能想到这样一台 僵尸车内里还能别有乾坤 一代经典的富生 相信在爱好者手中 也能卖出不错的价钱 如果换作是你得到它 是否有信心像大壮一样 重新站上它的光彩呢